洛神族为了自保没有借出灵脉 清炎镜不得不以一半元神为代价 封印天蝎神 此后 浮屠族势不再与洛神族往来 两族关系僵化 据传 清炎镜正是因为失去了一半元神 当他与人族相恋之事暴露后 无力于浮屠族族长浮屠玄抵抗 才无奈被囚禁于浮屠族的祖塔之中 浮屠族的确切方位在哪里 没人知道 他们设立结界 与外界隔绝 牧尘是个善良的人 也对你有情有义 但如果他蒙生了替母报仇的想法 就会对洛神族非常不利 我想过隐瞒 可是我觉得你有权知道真相 你会怪我吗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怪你 那我们该怎么办 牧尘 你问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 要不是洛神族当年软弱 我娘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吗 洛神族浮屠族多年的恩怨你我都清楚 现在你当了洛神族组长 你问我该怎么办 你问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 我说你怎么办 你到底想办 你帮我呢 我来 我来 看你 我来 我来 不是去一半云山 更不会被封印在 浮屠族租打之内 什么意思 五千年前 洛神族不愿贡献神脉 对抗天蝎神 才导致娘在封印它的时候 功力大损 若不是这样 娘怎么会那么轻易 被浮屠族带走 我们一家 也不会天歌一方